澳門教區起天新檔 大家好 歡迎收看鹽宇光電視教會透視節目 我是梁樂妍 7月13日主日 教宗方濟閣在三宗經祈禱活動中 再次為聖地和平而發出呼籲 鑑於近日所發生的悲慘事件 教宗要求所有人繼續為聖地的和平不懈祈禱 他說 我依然清晰記得6月8日 我與巴爾多禄貿中主教佩雷斯總統和阿巴斯總統的會晤 我們呼求了和平恩寵 聆聽了壓制仇恨和暴力的呼聲 有人說他認為這樣的會晤是徒勞的 其實不是 祈禱能夠幫助我們不被邪惡打敗 不任由暴力與仇恨佔據對話與修和的上風 因此 我呼籲相關各方 當地和國際上所有堅負政治責任的人 要不遺餘力地祈禱 盡一切可能停止各種敵對行為 為眾人的益處實現 令人渴望的和平 我邀請你們大家一同祈禱 教宗然後向天主呼求說 主啊 求祢現在幫助我們 求祢賜給我們和平 求祢教導我們和平 求祢帶領我們走向和平 請開啟我們的眼睛和心靈 讓我們勇敢地說 不再有戰爭 戰爭毀掉一切 求祢激勵我們勇敢地為建設和平 而作出具體行動 求祢讓我們願意傾聽同胞們的呼聲 他們要求將武器變為和平工具 將害怕變成信賴 化緊張為寬樹 7月12日天主教澳門教區起添新讀 這一次亦是近20年來澳門教區首次有國籍思讀加入 當日的聖諜典禮於澳門主教座堂舉行 由澳門教區主教黎鴻聖主禮 香港教區榮優主教陳日君書基 以及來自澳門、香港、內地及國外近50位神職人員相禮 因澳門教區多年未祝聖中國籍教區思讀 因此當日眾多教友來到主教座堂見證劉神父的進度 劉偉傑神父1983年出生於香港 自有受公教信仰分圖 對教會傳統的特利藤禮儀又感興趣 在美國獲哲學石事後 於2007年於澳門聖約室大學任教 2009年加入澳門教區並進入澳門聖約室修院 2011年在羅馬額爾律大學完成神學及神職訓練 2013年至今在英國倫敦大學公讀博士學位 劉偉傑神父極具語言添付 正通拉丁、意大利、葡萄牙、英文等等多種語言 其中國文化底蕊亦頗深厚 收到之前已經從事大量翻譯工作 他仍是華人教會中為素不多研究近代天主教文化學者之一 尤其是他長期從事有關馬上百神父及其精神遺產的研究 劉神父亦在禮儀結束的致詞中 懇請眾神長教友為澳門及中國教會的聖照祈禱 並願通過自己獻身於主的見證 邀請更多青年人回應聖照 拓展基督神國 2014年7月9日星期五 是中華殉道諸聖及珍福紀念日 尊重教區起添四位新讀 段劍斌、秦璽寵、賈進兵、黃泉偉 四位執事在九十多歲的黃準主教手中領授了讀品 整個禮儀都伴隨著窗外語聲進行 禮儀結束後 教區的神父、秀女與四位新神父合影留念 此外 6月13日聖安多尼尖禮日 在吉林教區主教座堂吉林省長春市小德蘭堂 亦有三位弟兄領授了讀品 他們分別是丁長勇、張若冰、白桂超 這三位執事經過八年的神節學院培育及唐區實習之後 分別於2012年1月26日與2013年10月1日領授執事盛時 在天主的恩寵中、神父們的悉心培育之下 交友們的熱心祈禱中 由遼寧教區培君民主教手中領授了聖諜盛時 在此祝賀各位新讀 願各新讀主恩滿日 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再會 一個非一般的青年活動 一次充滿活力的信仰旅程 強勁的音樂 田徑的祈禱 天主的臨在 本地華裔參加者及神職人員的分享 中文特輯 7月22日及23日 加東時間黃昏六時 全國播出 網上同步直播 全國播出 旻人